在国内的这个从事教育的 很多人就被自己那个教育的职业 愚蠢无知的教育着 你们想一想 你教育的人 你教的人 未来他成为魔鬼 因为你曾经教过他 你是有犯罪感的 你还是觉得无动于衷的 而因为你 披护保护这些恶人 让这些恶人继续统治我们这些穷人老百姓的孩子 搞那些学校暴力 玩弄这些老百姓 造就一个个的杜明晖 戴永阁 曾伟 肖建华 田国立 康典 姚庆 冠军 刘成杰 还有这个王健 陈锋这种套司公的 你们所有的这个教育出来的学生 都成为田伟这好人 这个社会还有进步吗 人类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我们现在 为什么海军料现在还不报 还不到时候 你们会看到 共产党的军队 是怎么把你的儿女当成玩具来使用的 你会看到 中国在教育界是如何黑暗的 怎么分出三六九级的 你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子女孩子 所享受的荣华富贵和物质 是如何建立着中国人的像杨改兰 一家人一家人的鲜血的生命上的 不要忘了 中国现在是官方世界都知道的 有六亿人口还活在贫困线以下 而这些人已经吃人血 吃人肉 以患肝患肾而作为娱乐性的这种消费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不站出来 我们就是那个被患肝患肾的人 我们的孩子就是被那个学校暴力的人 我们走到全世界去 给我们拉仇恨的人 就是这些人 买包 像那个戴永格的Viki 到伦敦 到香港的首饰店 买钻石 花了两三亿了 戴永格最后怎么办 给自己的秘书发信息 让秘书再给那店里说 不要再往外拿了 你看他那发的视频 他老婆那是 跟他儿子戴宾 在私人飞机上 那架私人飞机是七千万美元 飞行一小时两万五千美金 你告诉我戴永格给中国人民带了什么船舟 戴永格全家没给中国人创造过一个文明 一分财富 而他所有的两万五千美金一小时的飞机 还有王健 陈锋的七八七 六万美金一小时的飞行的成本 全是中国人民的血汗 都名盒数以千亿的资产 增为上万亿的资产 江志成上万亿的资产 田伟 刘振亚 搞了几万亿的资产 全是官商勾结 欺压着中国老百姓的结果 否则中国人 国家完全可以免费社保 中国可以免费教育 中国人不用得那么多癌症 我们要继续为此买单吗 我们继续保持沉默吗 共产党你不被消灭 共产党你不被彻底被消灭 天理不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